YO!我是老衛 什麼坑你最會跳呢? 應該就是GUNDAM W系列的坑最會跳啦 這款2013年飛翼零四的EW版本 不知道你有沒有買 然後如果你有買的話 我相信這一次的那個飛翼零四的那個卡板 你一定會跳 萬代也跟你宣布說 W系列他要做很多HG啊 然後沙漠的那個穿山甲的那個混商店啊 他已經陸陸續續都告訴你了 所以你就是準備好錢包吧 為什麼呢? 原因是因為大家也都知道 最近那個日本的疫情搞 導致那個日本經濟衰退很多嘛 所以萬代當然想要救他的股價啦 救他股價什麼? 當然就是要挖你的荷包啦 所以你的荷包什麼 最容易被挖出來的 就是W系列啦 好反正老衛今天又講了一大堆 反正今天就來開這一款 我認為是2013年 算還蠻不錯的一款MG啦 那只是 我覺得因為買的人真的太多了 所以他其實有一度就是 已經沒有什麼人買了 就是跟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全武裝啊 那些是基本上都是 一度很熱銷 然後就是大概賣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其實就會有一個斜坡下來 然後結果沒想到現在 飛的那個卡板出來以後啊 哇!這個熱度又起來了 這一款啊 如果你會問說 哇!他跟卡板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這個長得也有很像 也有出一個卡板嘛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一款因為他日幣 你會覺得說 哇!他日幣 貴了比較多 4800塊錢日幣 現在大概要賣到 大概快要1100吧 比較帥啊 我覺得因為他畢竟 年份比較早 就是比較新設計的 可以看到他這個光束刀是 綠色的樣子 綠色的真的是 我是覺得不是很好看 我是覺得 紅色的會比較好看一點點 然後這邊有給水貼 然後絲貼 我覺得這一款他的顏色 因為早期設計的鋼彈 他比較沒有什麼顏色去配 他就是很 很像鋼彈的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 就是我覺得不上色 其實會很 很很像玩具 我不知道怎麼講 現在新一點的模型 因為畢竟到七年的進步 現在模型真的配色 你可以看到這個 黃色這個部分 其實就非常的鮮黃 我覺得不是很好看啊 就是你要自己再上點色吧 但是因為那個時代的科技水準 就大概就只有到這樣子而已 然後他這個有給一個支架 可以看到說這個白色的部分 他也是比較死白的部分 所以其實這隻樹組 我會覺得說比較素一點點 而且顏色都會比較的 很像塑膠模型 但他本身就是塑膠模型 我覺得後來為什麼 我都比較推薦買卡板 因為卡板顏色差不多 但是下位是便宜蠻多的 當然翅膀長得不一樣 那裡面就介紹很多 這一款他的對手 叫刺帶鋼彈 但是那個刺帶鋼彈 就真的沒有什麼人買 我也不知道 反而覺得刺帶鋼彈其實還蠻帥 而且也可以變成什麼雙頭龍的造型 但是就沒有什麼人買 大家就寧願買飛翼 也不想買雙頭龍 所以就對 次帶真的是比較慘 今天就簡單開箱到這邊 這一款我相信你該買的都買了 那只是我覺得說 如果你比較新入坑 你這次有買飛翼零四的卡板的話 我覺得這一款你也可以一起收 因為畢竟兩台擺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還蠻帥的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掰掰